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疫症,死人多,股市盼復活,問號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反彈了329點 收報24,300點齊頭 成交一般不過一千億 但也不錯,938億 明天是假期 星期一都是港股假期 所以長假期之前 今天港股有這樣的成交 都算可以 因為通常假期之前 成交都沒有抹躍 沒有那麼多人願意買貨 今天港股衝上來24,300 全賴市場對疫情覺得快來 快來 是見頂 快來 再說一次 即是未見頂 其實現在是暴入死人多的階段 其實歐美很可能 在未來一個星期 都是暴入這個高峰期 死人的高峰期 當然有部分地區 疫情有些好轉 但基本上還是有反覆的 全球現在死亡人的疫症影響之下 死人數目累計已經去到87,700多個 確診的病例超過150萬 美國方面曾經有回落 但現在又上升 3月8日又去到3萬人以上 即是逼近高位3.3萬人 其他歐洲方面的疫情 西班牙、德國都還未受控 疫情也有些反彈的跡象 英國更加難以樂觀 單日新增確診人數是5,500人 首相Boris Johnson現在還在醫院 累計英國已經有6萬人 即是英國單日曾經死亡人 近1,000人 死亡率好像意大利那麼高 即是去到11.6% 所以英國怕不怕 其實還有很多反覆 死亡的數目 美英這些都還在爬波 這麼快就說股市復活 其實跌得很殘忍的時候 有些反彈是正常的 我在這裡說了很多次 其實有反彈 那時候也會跟大家說反彈 現在其實都可以的 下一站的 問題是 又不要這麼樂觀 我覺得暫時判斷它還是紅市反彈 那當然如果疫情一路受控 一路確診人數下降 死亡人數下降 再看復工、復產 再看經濟狀況 有機會的確是會再上 不過那些後話 現在我覺得還是紅市反彈 先看恆生指數這幅圖 其實一直都跟大家說 這個高低腳反彈 上網目標24471點 恆生指數 24000之上 我就會減遲 當然你可以繼續看高一點 不過我上次都已經這麼說 其實一直都這麼說 減遲 如果不減遲 不要緊要推高指贊位 兩級指贊位 第一個提供給你的 就是平台頂 大概23800 我的平台底 大概22700 或者22800 都可以 因為這個項線位 就是22800 如果跌穿平台頂 減遲一半 跌穿平台底 減遲 你可以推高指贊位 來做都可以 暫時都是看著 大概24500 有沒有再衝上去 如果很多政策出台 疫情又好轉 當然 當然有機會 一級級回報 這些下跌裂口 這裡有兩級下跌裂口 但是 我暫時都不會這麼大貪 都是當是一個熊市反彈 國企指數方面 這個熊市反彈的上升目標 大概就是9962 就是接近一萬點區 現在來看 你看到剛剛都是這個下跌裂口 就是之前這裏 三月 十一號 和十二號之間的下跌裂口 剛剛現在都是頂住 這樣 回補一點點不奇怪 上升目標大概一萬區 去到9800之上 我都說 就是可以減遲 恆指是24000之上 現在今天9811可以減遲 如果不願意減遲 又是兩級 這個指贊位 第一級就是平台頂 平台頂就是9637 即是跌穿9600的話 就應該減遲一半 就是可以指贊位這樣 另外 如果平台底 就是4月2號低位 就是9266 你當它是9250區 如果跌穿的話 又可能減遲另外一半 如果不願意在高走的 那就是Z2級 這個指贊位 好了 港股 其實那個高低腳的量度升幅 就不是很高 或者我們反彈得 都差不多接近到的量度升幅 相反 內地股市和美股 就水位又比較多些 上證指數來看 其實現在那個高低腳 剛剛才突破了三天 確認突破 就是這個水平 就是這個裂口區 2964 深淨成分股指數 又是高的 又是連續三天 現在確認了反彈 它可能上望到10985的 大概1萬1區 所以相對有些水位 會不會是這樣 因為港股 星期五和星期一沒有市 A股明天還有市 星期一都有市 它現在可以跑快一點 可能是這樣的現象 看看是不是 對 美股方面 連續兩天 在這個高低腳頸線之上 如果確認到的話 就可以彈高一點 26977 道指大概2萬7 這個 我覺得 不要想這麼高 相對來說 因為這裏 其實3月10日 3月9日 這裏的平台 即高位 大概 是24,600區 24,600區 這些都已經是 sorry 25,000 25才是真的 高位 25,000 我覺得 都比較大阻力 所以 雖然 高低腳 可以量度都這麼高 但我覺得 如果再上一步看 都是25,000左右 3月10日 高位 250,200 我覺得會有阻力 標普500指數 3091 就是量度 升幅目標 我覺得3月10日 高位 大概282 即2880區 可能會有阻力 反彈的話 可以的 高盛就說 快點買 他覺得 沒事的 可能很快 彈上去 不過 其實 美國的疫情 都還未過 特朗普說 復活節之後復活 如果他復工復產 可以在5月出現的話 已經是還得神落 中國現在說是復工復產 4月份 其實都還是有些困難 但都比美國好很多 問題是 美國才是 整個疫情現在的焦點 因為他最多人死的地方 如果美國搞不定的話 環球都還是不安寧 所以 現在美國 會看 都是一個技術性反彈 都是一個熊市反彈 不過 就不要 當一定是量度升幅目標 可以達到這麼高 好了 講股方面 其實 就不用那麼多隻玩 因為熊市反彈 雖然有很多股 低位現在反彈得都比較好 很多股都彈了三四成 因為跌得殘 好像油股一樣 但三四成低位來計 有沒有那麼奇怪 因為之前跌那麼多 但是 我就不贊成那些弱劑股 或者那些這樣玩 因為風險比較高 如果你說你是高人膽大的 那你玩那些當然 你自己風險 自己管理得到的 就OK 如果不是 我都是覺得 大於這兩隻 就是騰訊阿里巴巴 騰訊阿里巴巴 其實升到上來 因為由低位開始 我們那時候說的 現在都彈了上來 其實開始 因為恨指 我都說可以我們回頭 所以不一定要去到 量度升幅403.6 現在390元之上 隨時都可以減遲 如果不願意減遲 第一 不要跌回到390之下 因為3月27號高位390 如果跌穿390的話 你要小心一點 可能怕衝不上 最遲應該減遲 這個位置就是4月2號低位 那裏是369.6 那你當它370之下 如果始終你都不想 起碼不要跌穿頸線 3月20號頸線 是364.4 364.4 沒有理由再讓它跌穿 應該就不要讓它跌穿 跌穿之前都應該要走 因為我們現在紅市博反彈 好 除非你覺得牛市重現 它可以破頂上 但我現在沒有這麼樂觀 阿里巴巴方面 又是高低腳量度升風目標 198.4 由於恆子已經升到24,000之上 隨時這位都可以減遲 如果你不願意減遲 都是設置止賺位 這個很簡單 不要低過項線位 項線位是183 今天收191.7 不要低過183才離開 如果有得上去到198.4 當然是高興 除非你覺得這個已經不是紅市 而是牛市重現 有機會一直反覆上升 否則我建議大概200元之前 都應該要減遲一些 保守起見 可能你會覺得太保守 是呀 我們這些散戶薄反彈的心態 差不多 想著如果走完之後 有下一轉 看看是不是恆生之數 又做回多隻腳 或者大一點的高低腳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出現 因為我覺得疫情 雖然說有些國家 好像中國這些 已經過了大部分 但是復工復產 都仍是有些難度的 現在說的一季度GDP 都仍是很害怕它跌得很多 二季度是否可以很快 好得回呢 都還要再看 所以我就不會太過 又一見到升 就太過樂觀 總結而言 恆子反彈數24,000 就比較接近 原本一直都說的目標位 可以逐步減遲 如果不減遲的話 請你推高止賺位 以防萬一 好了 今日分析到此 多謝大家收看